哎,明明超努力锻炼,为什么肌肉练不大? 那是因为营养跟锻炼一样重要,想知道提升锻炼效率的大机密吗? 想,当然想,肌肉对身体太重要了,肌肉比例越多,维持身材越容易。 因为相同重量,肌肉的体积比脂肪小,而且就算在没运动的时候,肌肉消耗的能量也是脂肪的三倍。 增加肌肉就能被动消耗大量能量。 除了维持身材,锻炼肌肉也能预防年长时发生肌少症哦。 肌肉就像钙质一样会不断流失,所以我们应该在成年以后就开始过更健康的生活,尽量减少肌肉的流失。 以后即使年纪大了,也能拥有最佳的生活品质。 没错,我还发现锻炼肌肉可以很快提升跟恢复体力, 例如减少运动引起的肌肉损伤跟疼痛,运动后的疲劳更快舒缓。 更重要的是,肌肉能维持身体平衡,减低跌倒和受伤的机会哦。 那增加肌肉的营养大机密究竟是什么呢? 我知道运动前中后,要补充的营养是不一样的。 运动前要补充能量,增加运动表现。 运动中要记得补充电解值跟水分,降低运动的不适感。 运动后要补充正确的营养品,帮助肌肉的修复与合成。 你说的都没错,增肌的关键就在你刚才说的,运动后的肌肉回复期。 锻炼肌肉就是破坏后再建设的过程。 运动后肌肉纤维会断裂,然后肌肉会慢慢修复,变得更强壮,来适应更高强度的运动。 所以运动后正确摄取营养品,就是高效率增肌的秘诀哦。 一定要注意三个重点,那就是吃得够,直语量要足够,平均吃,一次别吃太多,要平均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吃。 还有食肌队,运动后三十分钟跟睡前,都是很好的补充食肌。 哦,原来如此。 对了,我知道帮助增肌的营养素是蛋白质跟氨基酸,它们有什么不同啊? 蛋白质是大分子,氨基酸是小分子。 于是补充蛋白质,可以帮助身体合成肌肉。 但是在运动后的黄金时间,我建议要摄取氨基酸这种关键营养素, 可以更迅速补充增肌需要的营养哦。 嗯,那挑选营养品要注意哪些重点呢? 只要掌握一个大原则,值比量更重要。 营养品要好消化,达到PDCAAS等于1的消化率,也要对身体无负担。 例如,无乳糖、无胆固醇、低热量,我们的身体才会越锻炼、越健康。 另外要注意的是,EAA跟BCAA都要完整摄取。 EAA和BCAA,这是什么密码? 一般蛋白质含有22种氨基酸,其中9种是必须氨基酸,人体必须靠外在补充,叫做EAA。 其中的百氨酸、异百氨酸、血氨酸三者被称为BCAA,可以帮助肌肉生长,对增肌尤其重要。 那我只要摄取BCAA就好了吧,这样更有效率啊。 不行不行。 BCAA需要有完整的EAA才能发挥功能。 可以说EAA是BCAA的神助攻,只补充BCAA是不够的哦。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,动物性蛋白质一定比植物性蛋白质好吗? 如果你摄取的,是从多种来源组成的植物性蛋白质,氨基酸种类完整,比例也完美。 消化率能达到PDCAAS等于1,那其实跟一般的动物性蛋白质相同。 因为蛋白质的优劣跟来源没关系,消化率才是关键。 哦,我懂了。 营养大机密就是吃得够、平均吃、食鸡对。 挑选好消化无负担的营养品,完整摄取EAA。 太好了,我一定能更快达成增肌目标。 你一定可以的。 真正在做下河产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